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雖然美國大選的選後爭議 至今仍然是如火如荼的持續當中 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是半點都沒有手軟 國務卿蓬佩奧今天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訪問 公然宣稱 台灣並非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番的說法其實就是自從中美建交以來 第一次有美國的高級官員 對於台灣的地位 是作出了這麼明確的宣示 當然蓬佩奧這番說法 肯定就是會觸動得到中共政權的神經 使得大陸是暴跳如雷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一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蓬佩奧在這個禮拜初 去到列根研究所發表演講的時候 就已經對中共作出了不留情面的批評 當時蓬佩奧就說到 說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怪物 而中共統治 就是獨裁的 野蠻的 和人類自由對立 而在演講的尾聲 他又引用了美國前總統列根 關於蘇聯的一番言論 他就說 最終中國人民就會像蘇聯人民一樣 決定國家的歷史進程 蓬佩奧引用列根的這番言論 無非就是要暗示 中共的歷史進程 將會報蘇共的後塵 當然 大陸方面聽到當然是不老禮 《環球時報》的社論 對蓬佩奧作出了強烈的鞭撻 《環時》就說 蓬佩奧是範改了人類外交的基因 以自己的惡劣 示範如何去冒犯和羞辱外交官這份職業 《環時》一隻手指指著人 就四隻手指指自己 曾國藩說 吾日三省吾身 每一天要對於自己 所做過的事 反省三次 但是還是有沒有檢視一下 究竟中國外交官的所謂戰狼外交是怎樣 你說侮辱了外交官這份職業 真是不知道在說誰 蓬佩奧不單止在列根研究所發表演講 捉怒了大陸 而且他今早接受電台節目訪問的時候 就談及到台灣地位的問題 主持人就問到他 蓬佩奧過去擔任美國中情局局局長 現在就任職國務卿 你也曾經表示過 美國對台灣有著一個清楚的承諾 而且會持續維護相關的承諾 蓬佩奧 中共有部份激進派的人 主張必要的時候就要武統台灣 你到底是否認為 大陸政府應該要意識到 美國的對台承諾是跨越黨派 蓬佩奧就這樣回答 他說討論台灣議題的時候 用詞正確是非常重要 他公然宣稱 說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 而前總統列根 為了制定對台政策所做的工作 也都承認了這件事 蓬佩奧還說 在過去這35年以來 美國的兩黨政府 都是有進行到這些政策 其實蓬佩奧在這裡 蓬佩奧自行來展述 列根對台灣安全提出六項保證的原意 事實上 自從中美建交以來 沒有一個在任的美國高級官員 曾經對於台灣的地位 作出過這麼明確的宣示 因為 大家看回列根的六項保證 其實是保證了台灣什麼 第一 就是美國未曾同意 設定中止對台軍售的日期 所以直到現在為止 美國久不久就向台灣出售軍火 第二 就是美國未同意 就著對台軍售議題 要向中國徵詢意見 所以 就算中國怎樣作出強烈抗議 美國那麼多屆的政府都不理 第三 就是美國不會在台北和北京之間 擔任任何的滑船角色 第四 就是美國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 第五 美國未改變有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大家留意 他純粹就是未改變立場 但是自從中美建交以來 未試過有一個高級官員 赤裸裸地 就著台灣的角色和地位 作出這麼明確的宣示 這次真的是第一次 肯定會觸動到中共政權的神經 以及使得大陸政府暴跳如雷 因為這件事 完全等同於落大陸的面 一來 違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第二 就是這番言論 違反了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精神 所以大陸方面 肯定就是會就這件事出聲 只不過 在我截至錄節目這一刻為止 都未曾說 第六項的安全保證是什麼呢 就是 美國不會對台灣撕壓 並且不會要求台灣和中國進行談判 這就是列根 當時對台灣的安全 提出的六項保證 蓬佩奧其實 在訪問當中還提及到 他說 他確實認為 美國對台的這六項承諾 事實上是跨越黨派 而他認為這一項理解的核心意義就是 台灣是民主的典範 而中國就必須要履行 他對於台灣人民的承諾 這就是美國兩黨都能夠同意的事 所以 你看得到其實蓬佩奧 不僅是向中國撕壓那麼簡單 而且他就是 畏著 一旦拜登真的上台就任總統的時候 就做好兩手準備 蓬佩奧這一番對台立場的宣示 其實就等同於是向大陸挑機 如果特朗普政府 可以順利過度去到第二屆任期 對於特朗普都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一扭都是這麼強硬 但是 如果一旦真是由拜登上任做總統的話 蓬佩奧現在所做的事 就等同於是夾緊拜登 使他真的上台之後 都難以扭轉目前的美中關係 而且大家還可以預見得到 在特朗普目前這一屆任期餘下的兩個半月 一定會越推越多這些對華強硬的政策 不僅是要對中國施壓 而且他就是要 夾緊民主黨和拜登 使得這個所謂兩黨共識 變成了真實的存在 當然你說拜登上台之後 他仍然是可以 厚著臉皮推翻特朗普任期所做過的事 他當然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這樣做的時候 必然就是會招致整個共和黨 和民主黨裡面的鷹派 那個反擊 肯定就會鋪天蓋地 在輿論上對他進行轟炸 所以 究竟拜登會不會 完全推翻得了 這個都成為疑問 至於夾不夾緊得到 這個就後話了 因為目前的選舉 爭議 仍然進行當中 其實蓬佩奧現在使出這一招 也反映得到特朗普政府 高瞻遠足 和危機管理做得好 因為看回拜登的往跡 他的對台政策 真的相當之令人擔憂 在99年的時候 有參議員提出了一個 叫做台灣安全強化法案 這個法案就希望 進一步強化美國對台軍售 當時拜登在聽證會上 就大力提出反對 他就說 通過這個法案 不僅是沒有辦法強化台灣的安全 反而就等同於 在北京政府面前 養那個紅暴 使得中國是會向前衝 他說單靠武器的數量 再多都沒有辦法確保台灣安全 反而台灣的安全 就是來自他的民主管理模式 你聽到他竟然可以說這些 這麼沒有邏輯的說話 原來民主就可以確保台灣安全 武器就不行 大家聽到拜登的這番說法 就知道他的思維模式 真的是有問題 所以這屆特朗普政府 一早就已經有所準備 在較早之前 美國就已經跟台灣 簽署了一份的軍售案 包括了 軍艦所使用的彈藥等等 金額達到 30億6千萬新台幣 這一項的軍售案 就將會可以維持得到 台灣 各種軍艦 所使用的彈藥 在未來九年的需求補給量 大家留意 是九年 簽署了就不能委約 九年其實就涵蓋了 兩屆美國總統的任期 雖然你說 這屆特朗普政府 看的東西是不是非常長遠呢 他不僅是說 要在這個選舉爭議當中 據理力爭 而且他也是做好準備 一旦有什麼事幹 出現了的時候 他也確保得到有些事可以繼續進行 不會說 從此完全可以推翻他過去這四年所做的事 當然現在蓬佩奧 就著台灣的角色或者定位 作出了這麼強硬的宣示 大陸除了在言論上反擊以外 究竟會不會採取什麼的實際行動呢 我的研判就是 大陸 不見得他會動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美國的大選的選後爭議 都未曾解決得到的時候 根本上都不知道誰會繼續上台 如果現在貿貿然說要 採取什麼行動的時候 分分鐘 哪一個上台 都會使得回不了頭 所以我估計 大陸在接下來的幾天 都是會 在言論上作出反擊 行動上 暫時 也不方會看到有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字幕提供